大家好,欢迎回到《望向辨出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流山,还有新西兰,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手赞这段影片 还有我们有两个频道就是《整向部》 加上晒冷气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 三个频道记得订阅 帮忙 今次回来要讲一些与移民有关的话题 现在在香港以移民作招来 是否稍微吸睁呢? 我相信也是 市场存在 所以很多人都是做这些与移民相关的生意 有一节之前提到的李坚的驾驶学员 都说自己有很多人在学车 还说学了就想到英国就不用再学 甚至人们用了持续进修基金的资助来学车 感觉上很划算 就叫做吃了暴证的最后一笔才离开香港 这样吗? 是呀 可以呀 太好了 又是吗? 那些精神病性利法 记得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审计报告 最近对于这些持续进修基金进行了审查 这些李坚的就不要这样了 就不要这么困扯 还说现在排队 排到沙头角那一类 明年才来上课 这样吗? 这么多人排队? 真的猜不到 快的了 排到三月有些说要排队半年了 对不对? 有些可能等不及的 就照到英国再学 要不然有什么大所说 那就更得了的 怎样都好 他们就去有一件事 原来我们之前也看过一些报道 讲一些准备 去英国的人 首先就在香港 就学了一些水电的那些 当然你说在香港拿了个牌子之后 去到英国是不承认的 不过起码 也有个根底 就算到时勉强 过了关 到你真的有合格的资格去做事的时候 起码都真的认识 因为可能你真是叫牙牙污 过了关的话 到时 那些电键 水后滴水就爆开了 这样就更得了的 对不对? 是 对的 学定一记旁身而已 其实也是 就算你自己去到英国不是做这一行 但起码你平时在家里维修 自己都懂 好事 如果你说叫你去到英国 还是怎样 然后自己懂得收你 那也算好一点 原来呢 有一些 银水电的地方 他们打到 写到名 即是打正旗号 去英国做电工 水后工 问号 这样也不行 原来 蛤? 写到名吗? 即是打了个问号 行不行 原来也是不行的 现在 审计报告发现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就跟持续进修基金的目的 就不相符 这一点真的觉得有点奇怪 我想起来就觉得 我学完这些水电工 或者我在持续进修基金里的课程 学完那些东西 是不是一定要100%在香港用呢? 日后移民 或者离开了香港 是不是不能用呢? 是吧? 那些奇怪 你将来可能会回来香港的嘛 那你就可以学以致用了 真是好心 现在有些人就可能 如果真是那些人想去学了水电 才去英国那些 他自己懂得找上门的了 又不用打正旗号 不过又坏的 可能 个个都来找我们这些 就学一下整水喉 做一下插租 就想去英国的 那就没有特别了 是吧? 那也是的 因此 他们就着这些要去英国的人 或者移民友 他们再加一些服务 例如会告诉你们 到时到英国的时候 怎样申请 有些什么不同 例如英国那些法例是怎样的 排照的要求是怎样的 英国的资力架构的 认证又是怎样的 怎样再在香港申请持续 促进修基金 读哪些课程 就会对你在英国的前途 很有帮助等等 要用这些东西 没想过 其实坏了说一句了 做一下水电 不是说要找一些专业的顾问 找来推卖你 解释给你们听 说这么多 学不就学 就像我们小时候 看到那些地盘工 或者装修工 都是随便跟师傅学 学完 然后去考牌 俗称的学师仔 现在搞到现在 还要告诉你们 去到英国的时候 你要怎样做 怎样处理 你会感觉 是英国的 好像很Pro 好像很厉害 我学完之后 我在这里学 就零射在英国 我回英国用 在英国也轻乡一些 原来不行 当然不行 你去到英国 你也要重新考过 你只不过是知道一些基本的东西 还有你学没真的做过 始终都是差很远的 但你有那个经验才是最重要 其实始终都是 还有再者 香港那个 比如像楼宇所 一般用的水管的习惯 可能跟英国有很大分别 英国有很多旧屋 很多旧屋 可能用的东西又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就算在香港学了 只是能够知道一点皮毛 你要真的去到英国 你才要去到当地再上课 甚至乎 如果某些人 可能跟师傅 去到英国跟师傅 做着一些习工 那时候你才能学到一门技术 现在这件事就爆出来了 看到那个 基电工程协会的课程 马上把这本文件 删除了 然后记者打去问 不知道 不清楚 然后吸线 那就可以了 你真是当人傻了吗 已经被人截图了 未有资历 如何去英国做水电工 很多都是英国英国英国 写了很多这些东西 直接说 如果你是香港的 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有一定英文程度 就可以透过当地的评估和测试 去申请成为英国合资格的电工 即是说到就是在香港 没那么容易的 没那么容易的 你说你懂少少英文 和在香港有时间就给你 当然没那么简单 其实我们看到 英国的Bernogger 他们都在说 和在头痛 到时究竟 怎样能够有那边的牌照 似乎这些协会 有少少的误导之嫌 有点误导的 你要跟师傅的 还有当地英国 平时所用的 例如一些器材 一些工具 都可能有多不少都有些差别 对不对 如果你贸贸然就说 在香港的牌照 就说你自己其实 都有资格的 那别人都会评估你的 对不对 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就可以 推卖到的话 我觉得它是太过 夸张失实 这样推卖到的 还有 看到审计报 在其他事宜的章节 提到要加入 国家安全 如何维护 说 国安法已经在2020年实施 部份政府部门 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 但是 持续进修基金 为了这些培训机构 定立的条款 和条件 没有加入 相关的指引和规定 建议 这些职学署 要就着涉及维护国家安全的事宜 要向这些培训机构 发布指引和加强规管 我也觉得这一点挺奇怪 怎样规管 我们进修而已 你学电工学水工 有什么国家安全的知识需要知道 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安全 这项课程是学电工或者水工 你是不是要再涉及一份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 要等学员考牌的时候也要考上呢 是不是这样 似乎他意思是指教育的机构 或者提供这些课程的机构 他们也要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关 我想想想 大家研究一下 有什么课程 你学完之后 是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其实你各样都可以 应该没有的 假设你开车 各样都可以 但应该各样都不是 对 你也可以说各样都可以 最终你也可以 就算你懂得开车 例如李克林 你学到开车还是怎样 你都可以开着车 被神风感死队 碰撞起来 这些都是危害到国家安全的 很多不同的事情都可以做到 就像电单车插纸黑暴旗 那样冲进人群里 是不是这样 亦是一种 会不会这样就不行了 你们这些机构提供这些课程 令到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 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各样东西都可以 等于这样 有些人就去学摄影 摄影都可以拿到这些资助 你学完这些摄影之后 你去做黑技 又不行 怎样呢 这里我不太明白 是的 我也不明白 这里有些 超过了 我觉得是 是的 我也明白 维护国家安全的 是很重要的 也很有趣 之后会联同 这个劳福局 还有 有关于这些刑办 可以 或者发还款项的课程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潜在的 国家安全风险 再咨询一些机构 有没有什么叫做 准备什么必要的指引等等 我觉得奇怪 然后学做面包 指甲 例如 就算你学了什么都好 你也可以 带到英国用 或者带到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用 等于这样 我N世纪前 我也是用持续进收基金的钱 我也是用持续进收基金来学习的 假设我现在在台湾方面应用这方面的技术来赚钱的话 那是不是又是跟持续进收基金的目的有违背呢 我觉得奇构是很难的 有违背 同意 在这方面 你没有空随着别人的 在这方面 没空随着别人的学习的技术 他喜欢去哪里使用 他有他的自由的 对不对 不过始终他用来作招来 我觉得是太明目张胆了 有点超过了 超过了 不过 最后也要说一下 如果你说牵涉到什么维护国家安全 如果这句话 又被那些什么爱国团体 或者其他建制派 听到这些 又触动到神经 会不会又拿着笔纳 这个持续进收基金 原来教了那么多的人 就去了外国 然后 损害香港的利益 危害国家安全 他们去到那边 就做一些 煽动性的东西 搞集会 搞很多不同的 其他破坏国家安全的东西 会不会呢 原来这些持续进收基金 就培训了那么多人 去到英国 搞搞震 会不会牵涉到这样 然后又说要联署 又要插爆他们 大家都知道 例如漆栏 又要骂到什么 又要写信 又要叫记者来 又要拉笔纳 又说谁要 这个又要那样 一牵涉到这些 你搞到那么大件事 又是 上了媒体 又知道什么 这个又国家安全 那个又国家安全 他们比邓炳强更紧张 我觉得很紧张 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因为最近期七篮 播错歌 出错字幕 就算去到邓炳强局长 也不是说 那么紧张 虽然他有近来确诊的那些 所以 有时这些外国团体 甚至乎 建制派的议员 都要留意 政府 究竟做成如何 大家的步伐 要一致些 如果政府 都没有那么夸 你们去到那么紧 那么疯 甚至乎 国家方面 都没有说太多 甚至乎 交给特区政府处理 便可以了 例如国歌方面 为什么会变得 这些是圆荣光的 都没有说很多 炒虾爆蟹 我们看到 很多都很克制 很冷静 甚至乎最近期 我们昨天 也有一节提到 中国领事馆的问题 又是这样 就算我们明白到 国家安全有风险 记住 那些风险 又没有至于 那么大的 关掉了什么 水电 对国家安全 那么夸张 我想 纯粹叫做有 就好了 或者看看你的课程 会不会有什么危害性 不过你说危害性 我都真的很难想 好像每一样都有危险 又好像每一样都没有危险 是的 每一样都有 又每一样都没有 其实都挺难拿捏的 我觉得算了 随便给你写完 写完就算了 轻轻带过就算了 希望大家 又不要说 原来 这个 联学处 忽视了 这些 持续进修 的课程 对于国家安全的风险 处长疏忽下台 出来交代 这样就害怕了 这样就夸张了 千万不要 我们先提醒你 爱国方面 怎么也好 不要弄得这么瘋 冷静点 成为人笑病 太好笑了 好了 我们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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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